大家好 欢迎大家收看你好 张律师栏目 有着很多年企业顾问经验的张迪凯律师发现 老板们有一个非常头疼的问题 那就是为什么自己手下的秘书或者是员工 不能像自己一样去服务客人 像自己一样去思考问题呢 有什么样的好的办法可以改变这样的现状呢 我们来听听张律师的详细的介绍 张律师你好 大家好 张律师我觉得这个是难解之谜啊 你有什么样的好的建议吗 这个问题其实不只是一个对中国人的问题 我们看过韩国人 日本人 墨西哥人 犹太人 我们这边的客户 我们当这个corporate council的客户 都是一样的新生 小公司或者是中层阶级的这个主管 他们都是一样的抱怨的话 他们常常说客人就站在我面前 我已经工作了12个小时了 客人就需要一个这么简单的一个事情 但是下面的人就是想不过来 或者说要排到第二天 就站在面前 我都已经跟他们说了 他们还给我脸色说不行 到底是为什么呢 所以常常这样子的这种抱怨的话 我听过 我了解 然后我们分析 那大部分的解决方式就分成两种 我今天想和大家分享 第一种呢 就是 这些员工呢 都一直在看老板非常卖命的 但是他们永远都是把客户放在第一 把客户的需求放在第一 然后把其他人都放在下面 然后工作已经做不完了 还逼他们继续的在做 为了去满足这个客人的这个需求 就算是非常非常小的需求也好 越小的需求 其实对他们来说是越大的一个 我已经累的半死了 我已经帮你做过这么多事情了 你现在这么小的事情 还要我在做干嘛 对不对 但是老板完全是另外一个方向看 所以婆有婆理 公有公理 但是解决的方式就是这样子 员工他不应该去爱你的客人 尤其是对他来说 客人是你的第一爱 他们永远是第二 所以他们有点嫉妒 或者是他们有点累 他们有点烦 这就是一个工作而已 他们不需要去爱你的客人 那老板要怎么样改变呢 有文化要怎么改变呢 当老板爱员工比爱客人更爱的时候 这个时候员工就会想要回报老板 然后照顾老板所爱的东西 那老板爱的什么什么东西 当然也是客户 所以员工就会好好的去照顾所有的客人 所以老板要是永远都是把客人的需求 全部放第一把其他人压在下面 那当然其他人没有像老板一样的这个心情 但是老板要是培养所有的员工 照顾好他们所有的需求 那员工就会好好的回报这个老板 然后客人的需求也全部都会照顾到 这是比较感性的员工 需要去做改变的事情 那第二种事呢就是发奖金 员工不像老板 员工没有老板的思维 因为立场不一样 多做一百个小时 为了什么 就是为了让老板年终的时候 可以帮他自己再买一台Ferrari 对不对 所以员工为什么要那么拼命 所以奖金制度是给比较理性的 那你这种这种 work culture policy是比较感性的 当然两个都应该要做 这样子的话所有的员工才会跟老板 站在同一条线上去来服务客人 报告完毕 好非常感谢张律师的介绍 我觉得您说的真的是太好了 老板要是希望员工去爱他的客人 首先要爱员工 真的是深表同意 那张律师我想请问一下 那您给这么多的公司做企业顾问 那您跟他们讲完这些建议以后 那些老板会是什么样的反应呢 这个要看他们 对大家看他们的文化 有些人非常非常的传统 然后像韩国人 他们的公司真的是看年纪啊 然后看他们这种制度都非常的respect 所以呃有些想要去执行 其实非常困难 但是他们有自己的表扬方式 所以每一个人听完之后了解 哦我不能一直要求员工去服务我的客人 就因为我想要服务 他们的立场是什么 所以要改变制度要改变文化 要要要改变这个观念才行 嗯所以简单说就是要以人为本啊 是的 好非常感谢张律师和我们大家分享这样的一个案例哈 好也感谢大家的收看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 拜拜